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那些影射作品的作者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过一个 另一方面则是加大文化宣传 将经清廷修过的书 改过的系往下宣扬 而这些东西 自然是不可能反对清朝的 相反还是大大的美化 这样一来 无论是在世人还是在底层群众眼中 清朝的形象是那么的光辉 皇帝是那么的神圣 谁敢反对皇帝 那就是对他们的最大迫害 大量 长久的愚民政策 最终培养出了大量鲁迅先生陛下 所谓的精神麻木之徒 他们冷眼旁观 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没有所谓民族和国家安危的意识 他们只知道恪守祖上留下来的规矩 要服从朝廷 要留辫子 不留就是反对朝廷 要杀头的 几代人的意识中 被深深刻下了清朝统治者想要刻下的字迹 最终造就了一群只管自家门前选 哪管他人瓦上双的群众 他们不会去管未来 只等听着朝廷的吩咐 国难当头而不自治 戊须变法的失败 使得违新派成为失败者 而话语权往往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 胜利的清廷队便把大肆抹黑 将戊须六君子渲染成了失恶不赦的逆贼 意图颠覆国家准全 现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顺民们看到逆贼被秦赴死 怎能不感到畅快 怎能不对这些逆贼加以唾骂 以表达自己内心中的愤恨 不然如何表现自己的忠君之心 怎么表现自己对大清的拥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